今次介紹C to Sky的三房單位 由兩夫婦自住 一齊看看設計師如何打通間隔 增加單位的設計感和實用性 這個單位主要是兩個人住 偶爾長輩會過來過夜 所以預留了一個空間 做一個客床 但如果特地留一間房出來 又好像浪費了空間 所以設計師決定將三間房打通 互主亦很注重空間流動性 所以用到頂的高身櫃 選擇三個空間出來 包括主人房、衣服間和書房 設計師巧妙使用胡形對角牆 作為三個空間之間的廉折 書房的位置有一層書櫃 隱藏了一張反床鏡 如果平時屋主長輩來用時 便可以反過來用 平時便會在書房的空間留給屋主兩個人 反床上的黑鋼吊架 以簡單線條編配 輕易就帶出設計感 會主都特別喜歡一些簡單的線條設計元素 所以我在日程屋的不同空間 都會用了一些條紙的設計 例如在主人房的床背 出到客廳 會更加明顯見到條紙設計元素 例如在飯廳的收戶長身 色櫃都以木條紙 做L形邊框 非常突出 客人亦都放手給我們大膽做一些設計 用了一些圓浮的效果 令客廳不會有這麼大的壓迫感 另外這間屋亦都會有一個集物房 亦都可以將客廳本來所需要的 住民空間集中在集物房 在原裝傢俬方面 設計師都特意選擇了玻璃餐桌茶機 增加客廳的空間通透感 在電視牆的方面 因為護主都很著重音響設備的要求 用了一個用黑色抹石 去設計的電視背牆 設計師特意做了包圍喇叭的長身 讓護主可以享受更加的音響效果 這個單位設計上 Kent打破框框 做出流通又多用途的空間 給護主兩個人用 小編就非常喜歡書房的實用設計了 你們又喜歡嗎?